前男友和我分手时 我为了挽回一局 说今天刚分一个 要不改天再分吧 挺累的 被拉黑了 后来工作面试 好死不死的遇到了 顾明掏出一张黑卡递给我 听说你之前只是爱我的脸 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他又道 从现在开始 爱我的钱 家人们 关注艺术太苦了 好不好吗 求求你们啦 拜托拜托 小姨每天分享不一样的小说故事哦 希望大家能点赞支持 郑文现在开始 前男友以我只爱她的脸为由 甩了我 我苏苗暗暗发誓 一定要让她高攀不起 进入这家知名企业 就是我一血前耻的第一步 但我万万没想到 顾明是总裁 辞职信被顾明打了回来 告诉我他不批 现在辞职要付违约金 他一定是想要给我穿小鞋报复我 手机恰巧又进来的短信 人士不通知 由于天气恶劣 气象台发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考虑到公司积水和员工出行安全 公司经研究下达以下通知 散统一放在公司外面 我翻了个白眼 骂骂咧咧 A是最近几天大暴雨 小朋友都停课在家了 我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还要上班 难道小朋友还会自己带自己吗 一道低沉富有雌性的声音 从背后响起 难道你家有小朋友吗 我以为是男闺蜜送摇 顺手就拿起桌边的玩偶砸向他 玩偶从顾明笔挺的西装上弹下 我心都凉了 落地的何止是玩偶啊 还有我的年终奖 我真傻真的 凭我阅读小说多年的经验 我单纯听着低沉有雌性的声音 也该知道他是个总裁 顾明伸出骨节分明的手 弯腰捡起来地上的玩偶 勾了勾嘴角上前一步 一巴巴的身高 在我前方头下一片阴影 他慢条斯里将娃娃放在桌边 还调整了位置 让娃娃的笑脸对着我 但是我此刻笑不出来 果不其然 顾明下一句话就是 苏总监 你是对公司的决定有意见吗 我勉强地扬起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微笑 嗨嗨 怎么会呢 我怎么会说实话呢 顾明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扬起了一个无比灿烂的微笑 那苏总监就代表全体员工 在今晚的会上 发表一下对公司的感激之情吧 你没事吧 我夸公司 夸了整整半个小时 顾明都没有让我停下的意思 而我已经没什么说的了 再讲下去 我只能顺嘴提一提顾明的性感猴解 精致五官 还有八块腹肌了 就在我打量了顾明良久 寻思着开始从那讲起的时候 他摆摆手让我坐下了 会议室响起来了一下一下 节奏很慢的掌声 声声都透露着众员工的不赞同 顾明恍若未闻 只是微笑地看着我道 感谢苏总监的精彩发言 公司为你们准备了丰盛早餐 希望明天各位都准时到场 会议室顿时一片惊呼声 我瞅着顾明也愈发顺眼了 人模人样的 顾明又淡淡补了句 明早八点 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乔 沉重的氛围像是顾明厚厚的棺材板 同事们的白眼几乎飞上天 和太阳肩并肩 偶有一两个迷路的白眼 还白到了我身上 我在桌子下伸出了三根手指头 默念我不是有意撒谎的 希望不要打雷劈我 顾明又发话了 他看着我扬起一个大大的微笑 若不是苏总监将公司夸得天花乱坠 我还想不到给大家送福利呢 我心虚地撇了撇左右 果不其然 他们都捏着小拳拳愤恨地望着我 顾明多少是有点想我死的嫌疑 手机屏幕一亮 男闺蜜送遥发来了三个问号 此时不发话更待何时 我会送遥 既然明天必须八点到公司 那我就凭一己之力让你们早点下班 想了想 为了让话更有幸福力 我又加了一句 好歹我也是顾明前女友 说话肯定多少有点用 我给他回了一个安心的表情 然后鼓起勇气对顾明道 顾总 外面这里下的可大了 也会估计更大 你看 要不就让我们先下班 顾明恍然大物般摸了摸下巴 下河线比我人生规划都清晰 他说 啊 这样啊 那你们今晚就在公司多待会 等于停了再回去 手机又亮了 宋遥发来了十个问号 为了不丢面子 我只得善善回道 看吧 果然有用 我抱紧手机 恼怒的瞪着顾明 真是资本家看了流泪 犹太人看了心碎 生产队的驴看了 都得叫声前辈 我和顾明的分手是他提的 看到顾明要分手的消息后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 火速到某红书上搜索 男朋友要分手 怎样回才能帮回一局 在评论区姐妹的帮助下 我缓缓回了顾明 早就想换个冰山霸道总裁了 但明天再分吧 今天刚分了一个 让我缓缓 顾明把我秒拉黑了 我吃笑 老娘早晚有一天 让你高攀不起 我要向他证明 我苏秒没了他会更好 很快我就被知名企业聘用了 顾明是我老板 他只是淡淡道 工作和生活分清楚 这一句堵住了 我张口想辞职的嘴 论格局 我不能输给他 这雨下的好大 比一平去陆家 要钱那天都大 我在等车 顾明也在等车 没一会 顾明的不加迪威龙到了 而我的出租车司机 取消了我的订单 嗯 怎么说呢 只要顾明不问我 直接走我就不尴尬 苏秒你还不走吗 我语色 你那么关心我的吗 我在等转车司机来接我 哦顾明淡淡硬了声 然后把胳膊搭在敞开的车门上 好整以暇的看着我 顾总你还不走吗 我陪笑 顾总无辜的眨把眼 你还在大晚上 独自等车太危险了 我作为公司总裁 得看着员工安全上车才放心 你作为总裁 就不能早放我下班吗 正在我无措时 一辆黑色面包车 停到了我面前 车窗缓缓摇下 美女新城区的吗 八十 这司机真不错 她明明可以去抢 却还要载我一程 我咬咬牙准备坐进去的时候 顾明朝面包车扬了扬下巴 是这辆黑车吗 你指的是哪种黑车 还未带我开口对她 她又无奈地指了指不加迪威龙 上车吧 我送你 我装作不慎在意地撩了撩头发 反正这是顾明主动提出来的 我提着裙子坐上后座 顾明轻轻N了一声 我只收你五十 我把脱下来的外套 顺手甩在了顾明脸上 顾明笑着拽下了我的外套 随手扔到了座架上 我正照镜子看我的装花梅花 通过镜子 我敏锐地发现 顾明给司机递了个眼神 司机随后道 少爷已经好久没笑过了 我看着镜子里美丽的自己 发了个白眼 隔天顾明在公司群里爱特了我 来我办公室一趟 他并不是没有我微信 他只是单纯地想让我丢人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 策划案出问题了 宋谣安慰我说没关系的 万一顾总是觉得 你的策划案精彩绝伦呢 万一他只是激动地 请你过去喝咖啡呢 万一他是好奇 你如何写得那么好的呢 万一他是兴奋 有你这种人才呢 我只是缓缓从座位上站起来 喝口水压压惊 然后反问他 你觉得可能吗 宋谣不说话了 我进来时 顾明一双大长腿 慵懒地叠在一起 如玉的手随意地扯开了衬衫 嗯 好热啊 我抱着策划案 瞧瞧瞥瞥了眼 呼呼吹着冷风的空调 美感之声 顾明好似又想到了什么 又将衬衫扣了起来 忘了 你缠我身子 我 你没事吧 我的确缠顾明的身子 他当初分手的时候 还呜呜地控诉我 说我只爱他的身材 我也不想的 可是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就是喜欢田地 尤其是肚皮上的八块田地 顾明只是淡淡地看着我 也不吱声 行 你不说话是吧 我来说 顾总 您找我 顾明慵懒得深热的懒腰 把桌子上的一达资料 往我面前一甩 这是你写的 我认命地闭上眼睛点了点头 我撒把米在键盘上 鸡拙的都得比你写得好吧 这还真不一定 嗯 顾明尾音上调 带着些许威胁的质疑 我陪笑 我这写的还真不一定比那极好 那你找着机来吧 暴雨天机都不出窝 我还要上班呢 顾明又拿起那达策划案 随意翻了翻 然后抬头问我 送掉你的写作水平停留在什么地步 我心里五股杂粮 我心里五八四十 这俩例子多少有点侮辱人 我委屈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顾明看着我一愣 回过神白白手让我出去了 我出去时 顾明的秘书正好进来了 他看见我一脸的震惊 少爷第一次带女人回办公室 我翻了白眼 一会就是老娘第一次离职 我出去时 被堵在办公室门口的宋摇等人 团团围住 他们一脸的兴奋 你和总裁怎么样了 那神情是巴不得我和顾明发生点什么 我撇撇嘴辞职了 宋摇一愣 顾明呢 这回就轮到我狼了 你是依靠什么推测出来 顾明一个总裁想不开要离职的 是顾明有病还是你有病 宋摇显然也意识到自己失眼了 他朝自己嘴上抽我俩大嘴巴子 那是你不干了 我点点头 不想再受这委屈了 宋摇等人更震惊了 你那么快就要回顾家做父太太了 我恼怒的把他们脑袋全都推开 踩着膝跟离开了 我从小看总裁文喜欢的 都是冰山霸道总裁 眼里三分薄良 三分绩效 四分漫不经心的那种 顾明 狗都不谈 办公室内 顾明咬着根棒棒糖 翘起来的二郎腿一晃一晃 腮帮子鼓鼓的 煞是可爱 张秘书你看我刚刚冰冷吗 张秘书一愣 啊对 顾明从抽屉里扒拉出来松鸟的照片 在手里妈撒着 还好本总裁当初发现 他爱的只是我的美貌 张秘书一边整理文件 一边啊 对对 顾明一双圆圆的眼睛 黑白分明 以色是忍者 色衰则爱迟 爱迟则恩绝 不长久的 为了感情长久 我要让他爱上我的钱 张秘书 啊对对对 哈顾明将他和苏淼的合照 贴近胸口 白皙的脸上满是得意 本少爷真聪明 是是是 少爷已经很久没那么聪明了 我提交了离职申请 顾明给我驳回了 于是我干脆第二天没去上班 在家里跟我妈吐苦水 说公司总裁是多么的不学员工 我妈说我辞得好 这工作你不干也罢 我给我妈竖了大拇指 正好敲门声响 爬起来去开了个门 薄眉犬跟在我身后蹦蹦跳跳 我打开门就见顾明眼睛亮晶晶的 一脸兴奋的抱起我的薄眉 啊小狗狗 他笑着瞥了我一眼 而后想到了什么班 放下了狗 恢复了冰山冷漠脸 本少爷最讨厌狗狗了 多少是有点大病 他说着就要往屋里进 我很自然的拿起了门边的扫把拦住了他 你来干嘛 顾明一脸疑惑的看着我 眼神还什么是瞟像博美犬 你不上班是什么意思 说到这我就来劲了 这班给我辞得 扬眉吐气 我很骄傲的扯了扯头发 意思就是我不干了 我妈还没好气的附和着 就是这班还上个屁 顾明点点头 是放弃约薪二十万 并且赔付公司违约金的那种不干了吗 我点点头 被我妈一巴掌拍在后脑勺上 这班不上个屁 他火速给我打包好行李 找好衣服 让我麻利化衣服回公司 我很是痛心疾首 妈 就这点钱你就屈服了 我妈脸色犹豫了起来 有戏 顾明很合时宜的递上去一张银行卡 美名其约公司福利 我妈一脸坚决的把我推出了门 有戏个屁 顾明自己承认最近有些针对我 为了给我赔罪 要带我出去玩 我也很是激动 玩什么 顾明狡黠的眨巴着眼睛 我与淼淼这班投员 定能想到一块去 好 那一起说 我跳楼机 顾明抓娃娃机 顾明听说我要换跳楼机后 一张冰山脸 请客间融化崩裂 满脸惊恐 小脸翘生生的白 我不吃这一套 顾明拽着我的衣袖摇了摇 眼眶泛红 里面闪着隐隐的光 煞是可怜 姐姐行吧 我吃这套 我攥着一把游戏臂 在娃娃机面前大杀四方 顾明激动的小脸通红 指明要那个毛茸茸的小狗娃娃 这我就不理解了 虽然这毛茸茸的娃娃 很符合以前的顾明的审美 但是她分手不久 变了许多吗 见我疑惑地看着她 顾明双颊飞红 直直无无两久 嗯 这狗狗竟该死的甜美 不愧是霸道总裁 一如既往的有 我投下游戏臂 成功给她抓到了那个娃娃 顾明提搂着娃娃 很是满足 嘴上说着不要 身体倒很诚实 我与顾明的关系逐渐缓和 于是陪她去参加了晚上的宴会 在宴会上遇到了麒麟 她穿着一身高定西装 身高最起码有一米九 脸部线条 像是用刀雕刻出来的艺术品 气质冷峻 眼神深邃 一眼望不到底 这不就是 我想要的冰山霸道总裁吗 我端起一杯香槟 走进她和她碰了个杯 她说说我身上的香水味很好闻 我们就这样留了微信 二楼拐角 顾明正在和张秘书通电话 顾明 小张 小张 看见那个和松了碰杯的男人没有 拘了她 张秘书苦瓜脸 总裁咱可不信这样啊 顾明私存半刻 缓缓道 天凉了 王室该破产了 总裁 徐氏 顾夫人最近十分不理解 为什么顾明不肯好好吃饭 看着儿子日益销售 她很失焦虑 顾明摇摇头 妈 你这就不懂了 霸道总裁都是要有胃病的 顾夫人一脸问好 顾明很耐心的解释 十个总裁九个胃病 八个烟草味 七个不能接受出女主以外的人 六个洁癖 五个失眠 三个残废 遇到女主之后全好了 他们四个姓顾 三个姓婶 两个姓妇 一个姓路 一定有个做医生的哥们 经常让让大半夜的 还让不让睡觉了 还有管家那句 好久没看见少爷笑了 庸人在旁边迎合 是啊 第一次看到少爷带女人回家 顾明吸了一口烟 给呛的耳朵烧红 他索性碾灭了烟头 继续道 我现在距离成为霸道总裁 除了离不开苏鸟外 就只占了个姓顾了 顾夫人表示很震惊 头一次见到 这么追女孩子的 正愣良久后 决定掰回儿子的三观 小明 其实女孩子都是喜欢小惊喜的 你看情人节也快到了 要不 送你的心上姑娘 一份情人节礼物 顾明恍然 掐灭了烟头出门 临走前还不忘回来叮嘱庸人 等以后苗苗来了 你们不要忘了说 这是我第一次带女人回家 张秘书在办公室 整理文件的空隙 发现自家总裁双手捧着脸 眉头紧锁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打开手机 看了下日历 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自家总裁了 顾总 再过几日便是情人节了 您看 顾明拖着腮帮子点点头 我正在想这事呢 一个好的秘书 应该能猜出来老板的心思 张秘书又凑近了些 见总裁桌子上亮着的手机屏幕 赫然是一只短腿科机 于是壮着胆子道 顾总 既然苏总监喜欢冰山总裁 那么这种毛茸茸的动物 他就不一定喜欢 顾明文言 想起了在苏苗家抱抱眉犬的时候 苏苗一脸嫌弃 他肯定是嫌弃狗的 对 他果然不喜欢小狗 顾明重重的拍了一下桌子 目光炯炯有神道 你说的对 情人节当天我发了条朋友圈 垃圾桶都能收到话 凭什么我不行 没错 这条朋友圈就是专门发给麒麟看的 过了一会有电话响起 我以为是麒麟 兴高采烈的接通电话 才发现是宋摇 这货要我去开派对 大概俩小时左右 我给拒了 我说我没有时间 我当然没时间 我还要在家等花泥 半个小时 我收到了我的情人节礼物 一条鳄鱼 顾明送的 我刚刚没有时间 陪宋摇参加派对 现在却能抽出俩小时 从顾明祖坟里 躺着的开始骂起 骂完还觉得不尽兴 于是我又给顾明打电话过去 接电话的 却是一个温柔的女婴 我一听就火大 这顾明到底什么玩意 有女朋友还对我 送什么情人节礼物 顾明这总裁当的 毫无优点 和他在一起的人 要么爱他的钱 要么被蒙了眼 于是我好心劝勤的姑娘来 我唾沫星子直见 我说完话后 电话那头的姑娘 沉默了两久 才开始盲不迭地道歉 我一听她满是歉意的语气 我就更生气了 你孩子怎么可以爱得那么卑微呢 你不用替她道歉 她自己犯的错 你凭什么替她道歉啊 对不起淼淼 都是阿姨没教好她 小明她没有恶意的 她只是单纯喜欢你 她温声细语地说了好多 但是入我耳的只有俩字 阿姨 我人都妈了 第二天我去上班时 祈祷着千万不要遇到顾明 毕竟我昨天 才在她妈面前骂完她 今天可不想见到她射死 为此我还专门坐了电梯 刚刚关上的电梯门缓缓打开 一身高定西装的顾明 打着哈欠 委屈巴巴地鼓起腮帮子 揉着眼睛 看见我她黑白分明地 狗狗眼亮了亮 片刻又想起来什么似的 挥复如初 如今走也不是 我只能硬着头皮进去了 顾明抬手打个招呼 早 苏苗 你也来上班啊 我 啊 是 我也不想承认 毕竟这班上的 多少有点度计那位 顾明一手握着 咬了一半的三明治 转身从身后张秘书的早餐袋里 掏出来一杯豆浆递给我 我愣了愣 他随即又插上吸管 塞进了我手里 我僵硬地拿着拿杯豆浆 只觉得烫手得很 顾明看着我很是不解 喝呀 热的 我有胃病 不能不吃不吃早餐 也不能吃生冷的 之前都是顾明爬起来 对我做饭 后来我们分手后 我就没怎么吃过早饭 没想到顾明还记得 我眼眶一热 小口小口地喝豆浆 时不时拿余光去撇顾明 其实顾明也挺好的 和他在一起 好像也挺不错 顾明嘴角缓缓勾起 笑得很是嘲讽 苏苗 你不会还认为 本少爷对你欲情未了吧 哼 自作多情的女人 一腔感动 真是为了狗了 电梯门缓缓打开 我咬了吸管走出去 还不忘发了个白眼 张秘书看着总裁的一番操作 瞠目结舌 总裁 这顾明吸了一大口豆浆 鼓起腮帮子 笑得很是得意 他白白手道 小张你不懂 这叫欲句还赢 是情趣 你说是吗 张秘书汉言 总裁 您说是就是 我没想到我还有机会 再次见到麒麟 公司一个新的项目 是与麒麟合作的 而我作为项目负责人 自然是少不了与麒麟对接 天可怜见 这不是缘分是什么 晚上顾明在召开会议的时候 还着重提了这个项目 说麒麟是公司的大客户 这次合作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无论是谁负责的 最后一句话 他说的恶狠狠的 说完后才想起来 问这个项目 目前是谁负责的 我弱弱的举起了手 顾明的脸色 肉眼可见的难看了 良久他才轻轻道 也不是不可以失败 声音微弱 如果我不是坐在他旁边 怕是都听不见 我也不理解 为什么顾明对麒麟的意见那么大 眼看着顾明在办公室扫视一圈 想要换负责人 我赶忙站起来道 顾总 我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的 顾明的脸色逐渐难看 神情冷漠的能掉冰茶子 我缓落未见 笑着扯了扯嘴角 一脸势在必得 而顾明却红了眼眶 一双狗狗眼水汪汪的 无辜又委屈 看到我难受得紧 心像是被一只大手攥住 难受得无法呼吸 我也不明白我在难受什么 顾明旁若无人的步步紧逼 苏苗 你就那么喜欢他吗 我牵强着笑了笑 工作为重 顾总想多了 顾明只是红着眼睛 看了我良久 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办公室的门被重重关上 我茫然地望着桌子上的水杯出神 自然也没注意到 宋瑶一边悄悄批我 一边飞快地打着字 手机叮得亮起 是一条陌生号码的短信 她说她是顾明的妈妈 给我中午见一面 顾夫人穿着杏色针织裙 搭着披肩 很是温柔之幸 我们约在了粤菜馆 并没有出现什么 拿五百万让我滚的情节 顾夫人看见我很高兴地招了招手 让我坐到她对面 还一个劲地往我碗里加菜 苗苗 我听小明说你爱吃辣 本来想定川菜馆的 但是你胃不好 于是选了粤菜 你尝尝 合不合你胃口 我点点头 突然有些不得劲 她对我很好 反倒让我觉得无所适从 顾夫人好像是看出来了 笑着说你别紧张 便说边将桌子上的一杯奶茶 插上吸管递给了我 手心浸出汗水 我紧张地握紧了奶茶杯 热的 苗苗 年轻人应该自由恋爱 小明又孩子心性 你有喜欢的人啊 阿姨也支持你 我点了点头 突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她又道 但是阿姨想请你帮个忙 我文言绷紧了身子 只觉得紧张 用银行卡杂人 让离开她儿子的戏码 终于要开始了吗 顾夫人只是浅浅笑了笑 阿姨想请你帮我带饭给她 预想中的巨款飞了 我很是疑惑地看着她 顾夫人温和的脸上 始终挂着淡淡的笑 语气却有些哀愁 我第一感觉就是顾明又作妖了 果不其然 小明她最近非要做什么霸道总裁 不肯吃饭 她本身就有些贫血 阿姨很担心她的身体 顾夫人握紧了我的手 满眼祈求 苗苗能能帮帮阿姨 她不肯吃我的饭 你能不能帮阿姨把做好的饭带给她 她询问的语气很是小心翼翼 我点了点头 隔天我带了糖醋里脊和松鼠鲑鱼 办公室的门开着 顾明颓然地趴在办公桌上 一副小媳妇受气的模样 我敲了敲门 滚 她怒吼 我端着饭盒 不仅有些火大 转身就走 却被追上来的顾明死死拉住 她红着眼眶 绝强地扯住我的袖子 我说让小张滚的 谁让你滚了 我发了个白眼 可是小张不在这 顾明支支吾吾 我练习的 我不再管他 直直掠过 他把饭盒放到了办公桌上打开 诺 吃吧 顾明很是高兴 抽抽叶叶的语调都透露着兴奋 看着饭菜满是星星眼 哇 苗苗 这是你做的呀 我别扭地不去看他 也故意不去回答 顾明却不动快 我知道这不是你做的 但是你带来的我也愿意吃 可是我最近不能吃饭 我反问 为什么不能吃饭 顾明眼神飘忽 手指搅着西装边边 他每次都是这样 一紧张就喜欢搅弄衣服 然后眼神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求我别问了 可是我这次没有再纵容他 我又立声问了一遍 为什么不能吃饭 顾明不禁心虚 强撑着吼道 引人 本少爷的事情你少管 我虽然不知道 顾明为什么执着于 坐牢十字的冰山总裁 但是不吃饭肯定是不行的 用魔法打扮魔法 我委屈巴巴顾明 你凶我 他手足无措起来 不知道该怎么哄我好 我顺势给了他台阶 你把饭吃了 我就不生气了 顾明开始往嘴里 急急忙忙扒了饭 由于吃得太急 被呛到满脸通红 我理得理他额前的碎发 给他拧开一瓶水 静静地看着他吃完 顾明还会夹起一块鱼肉吹吹 现保湿的喂给我 我吃了 他就会笑得眼睛都亮晶晶的 我就这样每天给他带饭 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 隐隐看到楼梯拐角有个人影 我心下一慌正准备跑 就见顾明从阴影中走出来 他一身灰色休闲居家服 手里他小心翼翼捧着盆仙人掌 上面还开启了两朵花 顾明一步一步走向我 一巴巴的大男孩仍然置其委托 他俨然等了我好久 揉了揉饭困的眼睛 说话声音乌浓 乃生乃气的 苗苗 你看见我的黑色的劳斯莱斯了吗 我摇摇头 你车丢了 顾明笑了 眼睛弯成熠熠的月牙 没有 我就是想告诉你我换新车了 我不禁语色 只觉得眼前法尔赛的顾明讨厌极了 没好气到 你换新车跟我有什么关系 顾明摇摇头 目光灼灼的望着我 没有 但是我很高兴 有高兴的事情就想告诉你 他的语气和神情都太过认真 我竭力的想找到一丝玩笑的痕迹 但是失败了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索性指了指仙人掌刀 那你捧着仙人掌干嘛 顾明满眼温柔的看着仙人掌 语气故作漫不经心哦 买车送仙人掌 我也懒得养着玩意 送你了 我刚想拒绝 顾明就提前一步拉下脸来 气养扣年终奖 我没好气的从顾明手里 结果仙人掌 是是是 那我可得摆弹给他供着 顾明好似听不出我话里的嘲讽般 满眼不舍的挥了挥手 寥寥再见 我点点头 关上了门 顾明来到公司时 我正在挨骂 顶头上次把我叫到了角落 阴阳怪气的说 别以为自己被总裁看上了 就能飞上枝头麻雀变凤凰了 他以为我是被顾明包养的 说指不定顾明哪天就玩腻了我 让我别得意 我刚想回嘴骂过去 抬头就看见 顾明悄无声息的站在他身后 脸色铁青 深渊一般不可测的毛子 隐隐运着怒气 于是我眼泪汪汪的低头 啥是可怜 他见我没有回嘴 看着他仿佛在看什么 尚不得台面的蝼蚁 他薄唇轻奇 滚 我心跳都慢了一拍 这不就是小说里的霸道总裁吗 我正手足无措时 麒麟朝我伸出手 他说苏鸟 好久不见 麒麟说我长得很像他的白月光 他一脸深情的用指腹划过我的脸颊 指尖缠绕着我的发丝 我紧张的身子都在站立 下一秒麒麟身子一晃 刀削腹躁般精致的脸庞 重重挨了一拳 顾明心红着眼睛又打又踹 最后仍觉得不解气 索性上嘴去咬 现场乱作一团 麒麟的女秘书放声大叫 张秘书则是一边喊着 总裁不要再打了 一边死死抱住了麒麟 不让他还手 我只觉得脑壳疼 够了 我推开麒麟横 站在两人中间 面上严肃 心里却激动不已 总算过足了一把小说女主引 麒麟桀不羁的脸上 满是嗜血的神情 抬起手擦二擦嘴角 一出的鲜血 他看向我 语气是满满的轻视 你有男朋友 我只觉得自己 如今就是小说女主本人 于是端上了书里 常用的无辜单纯脸 闪着泪花的大眼睛 长长的睫毛扑朔着 茫然无措地摇了摇头 不不麒麟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子 顾明怒吼 怎么不是 前那又不是男朋友 海鲜酱油就不是酱油 这能一样吗 徐麟显然不想再多管此事 他觉得我很麻烦 而他最讨厌麻烦的女人 但是他又舍不得我 这张酷似他白月光的脸 于是让我处理干净了 身边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再去找他 徐麟走后 顾明红着眼睛 像是一头受到伤害的小兽 指着徐麟离去背影的手指 都在打仗 你还要去找他 此时我觉得我应该 安慰顾明点什么 可是我小说女主的梦即将实现 谁都不能阻止我表喜 顾明 对不起 我真的不能和你在一起 我和徐麟是真爱 你忘了我吧 我眼面哭泣 不是 非奔着离开现场 晚上接到徐麟身边 女秘书的电话 他说徐麟喝醉了 嘴里一直念叨着我的名字 让我去看看 我忙不迭从沙发上蹦了起来 拎起包就去了KTV 徐麟仍旧是一身灰色的高定西装 整个人颓然的倒在沙发上 桌子上还空了好几瓶名贵的酒 到底有多贵我也不知道 毕竟我只认识茅台 但是听说桌上一瓶酒 可以买下江城一套房 见到我来 沙发上的其他几个公子哥 纷纷起身 嫂子 他们走了出去 将包间留给了我和徐麟 这极大的满足了 我身为小说女主的虚荣心 我端出来的小白花 茫然无错脸 平时都能徒手拧开消防栓的我 此时柔柔弱弱的 去拽徐麟沉重的身子 由于力道不足 徐麟倒在了我的身上 她满身酒气 精致的五官憨红 嘴里念念有词 小小 这就是所谓的 一直在念叨我的名字 我叫小小 我语色的 望向徐麟的女秘书 连秘书尴尬的 别过了脸 不去看我 我算是看明白了 这个小小是徐麟的白月光 我是大人种 我将徐麟的一只手臂 搭在了我的肩上 扛着她跌跌撞撞的 走出了KTV 中途他们想要帮忙 被我拒绝了 毕竟小说女主 都是自己一个人扛的 我出门招手打车 打到了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 车窗缓缓降下 露出顾鸣勾着唇角的脸 满脸都是 苏妙妮长本事了呀 张秘书下车 扶过徐麟 但是按照小说的剧情发展 醉酒后 我应该和徐麟发生点什么 于是我将徐麟 往我这拽了拽 张秘书把徐麟 往他那扯了扯 所总监 我知道按照剧情 喝醉酒后应该发生点什么 他把眼睛一闭 胸膛往前一挺 一副誓死如归的模样 如果徐总执意 要做点什么的话 就让我来吧 四级 啊 不是 张秘书扛着徐麟 又打了一辆车 而我则是坐着顾明的车回去了 他将车开得极快 我都怀疑 轮胎都快摩擦出火花了 我惊恐地握住安全带 生怕这条小命一不小心 就交代在顾明手上 本来指望着顾明开车 会逐渐稳荡下来 结果他车速是减慢了 却又变成了单手开车 然后一只手 牵着我的下巴去吻我 我说顾明 你不能这样开车的 会出车祸的 顾明却只是嘀嘀地笑 这条路直通顾家山腰上的别墅 不会有别人的 只顾着感叹 这屠宰场装潢真牛逼 顾明扯了扯西装外套 随手扔到了真皮沙发上 沙发旁边的酒厨 摆满了名贵的酒 顾明笑了笑 苏苗 知道这些酒多少钱吗 我摇摇头 不知道 我只认得茅台 顾明默了默 然后大手一挥 对身后的庸人道 将这酒全部换成茅台 我承认他很有钱 但是我不理解他有钱 跟我有什么关系 顾明一步一步走向我 压迫感极强 我已经开始忍不住喊救命了 苏苗 你不嫁给冰山霸道总裁 也可以成为女主 例如嫁给我 成为沙雕总裁的心肩宠 我摇了摇头 我是有原则的人 我说了 要嫁冰山总裁 那就是麒麟 顾总 您不用再白费功夫了 我不会改变自己的初心的 这是小白花女主 拒绝强权一贯的话术 我都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 顾明递过来一张黑卡 顾总 您什么都不用说 我始终坚定地选择你 我接过那张黑卡 从顾明比了颗心 苏苗啊苏苗 计划果真没有失败 翻来偏一 我是顾明 我好喜欢好喜欢苏苗啊 但是苏苗只爱我的身材 他每天不是在睡我 就是在想睡我 或者在想该怎么睡我 但是苏苗真的好可爱啊 他出去逛街时 会给我带一束向日葵 然后说 顾准 今晚月色真美 我想睡你 他会在吃过我做早饭后 笑弯了一双眼睛跟我说 老公做饭真好吃 如果我们要是有个宝宝的话 他做饭肯定也很好吃 然后说 不准 做吗 我觉得他只爱我的美貌 实在是太不长久了 万一那天我不美了怎么办 于是我开始试图 让苏苗爱上我的钱 果不其然 我试探性的提分手的时候 苏苗很果断的就答应了 不仅如此 他还说他喜欢霸道总裁 于是我花钱买通张秘书 让他配合我 将我培养成为 职业冰山霸道总裁 虽然中间有个麒麟横插一脚 但是我最后还是和苏苗结婚了 开心 感谢张秘书 翻来偏二 我是麒麟 苏苗长得很像我死去的白月光 于是我第一次在酒会上 见到他的时候就故意接近他 这是你们认为的 事实上 我根本没有什么白月光 我打小的梦想 就是成为小说里的那种 冰山霸道总裁 而霸道总裁 多半有个爱而不得的白月光 于是我捏造了一个不存在的爱人 在遇到了满心满眼 想找霸道总裁男朋友的苏苗时 花钱买通了张秘书 没错 是顾名身边的张秘书告诉我 苏苗喜欢霸道总裁的 也是张秘书告诉我 苏苗会参加那晚那个酒会的 依旧是张秘书 将我与顾名公司的合作项目 交给苏苗负责的 我爱苏苗吗 我不爱 但是从另一个总裁手里 抢女人让我很有成就感 虽然苏苗最后和顾名结婚了 但是我并不难过 我如今实大实的 有了一个爱而不得的白月光 感谢张秘书 番外偏三 我是苏苗 我怀疑顾名不爱我了 不然为什么不给我睡 为了稳固我和顾名的感情 我花钱买通了张秘书 张秘书告诉我 顾名想要我爱上他的钱 于是我就将计就计 答应了他的分手 张秘书跟我说 男人要有危机感 他让我去和一个霸道总裁 假装出对象 可是我上哪儿去找霸道总裁呢 麒麟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 真是瞌睡来了 就有人递枕头 我明天就要和顾名结婚了 谢谢张秘书 番外偏四 我就是那个含泪 收了三分钱的张秘书 其实是四分 我的女朋友一年前 甩了我去给麒麟做秘书 寄希望于麒麟有朝一日 可以看上她 她对一翻身 鱼越龙门一举跨越阶级 她走的时候 给我留了一笔分手费 这笔钱对于我来说 简直是耻辱 高端的猎人 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我才是那个操控全局的人 而我的目标始终都是 麒麟 我耐心筹划了很久 终于在麒麟在 KTV喝的烂醉的时候 只开松秒 睡了麒麟 看着身旁熟睡的男人 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 哼 我可爱的前女友 曾经你为了麒麟不惜抛弃我 估计你怎么也没想到 麒麟最后成了我的人吧 至此全文完 感谢阅读